12月11日 张欣宇曾在微博 晒出自己在后台的照片 照片中的他裹着棉被 面容憔悴 似乎身体状态不佳 12日 张欣宇还与网友 分享自己就医的动态 称 中午拍摄时 突感天旋地转 无法站立 不明不白的 被生活制片 强行脸上轮椅 推到急诊 最后一声 看了我一眼 二话不说 直接看了一个 肌肉注射的真迹 但当时医院 的工作人员 也站出来发声 作为公众人物 您说这样的话 真的让我们 医护人员寒心 随后 不少网友也纷纷 支持医院工作人员 对张欣宇 开启吐槽模式 另网友感到惊讶的是 在一条吐槽 张欣宇的微博下面 Angela Baby 竟然意外点赞 尚不少网友感到好奇 只是手滑了 还是故意点赞 在引发热议之后 Angela Baby 随后取消了赞 娱乐圈手滑点赞 影争议的明星 不在少数 一时间得到了网友的好评 纷纷表示中国好老婆 没晓得工作室 竟然手滑点赞了一条 粉丝评论 一时间引起了 两家粉丝的争斗 官微点赞了一条 我姐大气选择送票 我们可以选择不看的微博 本身就有矛盾的两家粉丝 一时间各种阴谋论和截图 能翻上眼好不热闹 目前该微博评论已经删除